用蠟筆層層叠叠的创作真的好流域 来自台湾东岸的艺术家海地朵儿 画下每一天对孩子的凝视 庞大的灵感改变了他在创作上的方向 画作展现充满喜悦与真实感受的生活 我这次的作品都是以孩子为主 就像大家看到的海报上面 就是孩子两个字是很简单的 那因为我在当妈妈之后 我发现孩子带给我很多 我自己没有去注意到的东西 没有去观察到这个世界 曾经发生的一些很美好的细微的小事情 所以我就透过了创作的方式 把孩子带给我 带着我去看这个世界的方式 把它透过画笔的方式画下来 希望大家就是都可以找到 就是自己回到自己小时候的那个样子 你对这个世界都是充满的好奇 然后充满的喜欢的那种感觉 找到充满好奇与对世界的欢喜 海底朵儿鼓励大家创作 结合画展推出自由飞鸟创作计划 吸引了不少家长带孩子来参与 这个在自由飞鸟的这个绘画的过程当中 可以让小朋友自由的去展现他的创意 那因为自由飞鸟其实就是一个 永无止境的创意的感觉 那因为可能过往我们或多或少都会限制小朋友的一些想法 跟一些动作 那刚刚利用这个机会让他可以自由创作 然后画出他最喜欢的颜色跟画面 真的好好玩 真的好好玩 透过创作希望每个人都不要忘记最开始的那个自己 我们希望就是这个活动可以让大家一起透过画图的方式 然后把自己的梦想画在那个飞鸟里面 然后让这个飞鸟承载着我们的梦想 就是在继续的往前飞 首次受邀到基隆展出 以孩子为主题 让人看见满满的童趣 看了觉得很疗疑 就觉得说回到年轻的时候 欢迎有空的民众到极乐寺中门馆欣赏画作 一起找到初心飞向梦想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其实是应该是三小的 中文字清扁 要用真正的 看完 已经能打承了 我们的天